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耸山林加上壯阔云海 茫茫树海中 首先必须找到伤者 从基本的追踪伤者足迹 判断移动路径 搜的难度往往远大于旧 你搜索的话 你注意还是拔来为主 它的痕迹 因为有石头 泥土跟叶子 所以它的常态是一定要眼睛来看 然后慢慢地 像一步的类似第一性的搜索 那折啊 可能它会去折 会去碰触 或者会弯掉 会枯掉 泥土 泥土就比较 如果是比较很好的话 就新鲜一点的话 还看到清楚它的法赖 有它的鞋子的痕迹 鱼鞋的痕迹 它石头的碰触滚落 所以它的各个的法赖 就是说它的痕迹 毁迹就是很重要 如果时间很长 就很不容易去找到 全台高山地形地貌不同 加上天气变化 救难第一线的消防员 不可能熟悉所有山域 还是得靠了解当地状况的人带路 仰赖的就是这些高山火地图 救难 它们消防队不见得会知道地形 看地图 它们很厉害 但是到了现场 它们真的找不到 要我们去 因为我们知道在哪里 那边 那边 我们会知道路 直接就到了 它们可能还要坐车 还要坐直升机 搞不好又没有停机坪 我们不用 我们就走走走 搞不好走我们阿公的列路 很快就到了 不是说就马上找到它 因为它那个点 直升机也不好载 那个点是青草古道 又很少人在走 只有我们当地人 小消防队他们也不知道 也是去长辈带路 要不然消防队 对这后山青草古道 他们不太了解 都是当地的 以前他们有打猎 还是有回老家 都知道路怎么走 配合垂降 包扎等课程 用现代技术 结合传统山林智慧 花莲佐西乡 一直由布农族人 组成的登山协会 成了民间的救援可靠伙伴 来 来 好 垂降下到溪谷救人之前 有许多前置作业 驾绳 确保 我们跟着花莲酌西乡 登山协会模拟实际状况 通常在进行山难救援的时候 然后就会需要像这样子的架绳的省力系统 脚伸直 脚伸直 慢慢坐下去 对 下不来了 慢慢松 慢慢往前拉一点 下得来啦 下得来 虽然我们练习的高度只有离地大约三公尺 但真的站上去要垂降时 心里仍然紧张不已 还是交给专业的好了 这几位协会成员从小就在山林里走动 也跟随老猎人的脚步 学习在山上如何渡过难关的种种知识 怎么取暖 然后怎么去取木材生活 然后怎么样让自己保暖 然后怎么样可以患者 跟其他人可以有一些比较舒缓的空间 等待那个救援 从农民到鸡排店老板 协会成员来自四面八方 平常各有自己的事业要忙 必要时一通电话就加入山难救援工作 因为对山的深厚情感受到山林羁绊 主人的生命一直跟山林有所连结 也希望时时刻刻守护他们最爱的山林 原是新闻喜 Gudy Fluant 五六南投仁爱 花莲修林卓西